客委会表扬客语情境式演说 共有19位获选的中小学生 其中吴婷妍为花莲拿下高中组的客语情境演说是特优 客委会期盼大家在学校以及家庭能够使用客语讲话 让客语成为日常的生活语言 重新在这块土地上开花结果 客委会表扬客语情境式演说 总共有19名获选的优秀中小学生 其中吴婷妍为花莲拿下高中组的客语情境式演说的特优 由教育部主办原住民族委员会以及客委会协办的全国语文竞赛 在去年首度办理本土语文情境式演说 让竞赛员现场抽题 及时准备演说内容 并透过四格图片生活化的情境题目 让学生从真实生活经验出发 用母语讲出完整演说 客委会指出希望在客庄地区更持续推动以客语作为通行语 营造客语友善环境 让民众在公共领域公开场合可以说客语 记者综合报道